今天布林肯這個談話 真的把大家給嚇壞了 他居然公然講說 中國做出決定 不再接受台灣局勢的現狀 而且剛剛講的 為對台灣加強施壓 堅持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對 因為大家看完 二十大習近平的人士 還有習近平當眾羞辱胡錦濤 說大家都對這個習近平 未來有評論對不對 對 可是我們的評論都沒有 布林肯來得重要 大家都在等 布林肯也就是美國政府 看完這一切 包含他手上情報 他會怎麼樣評價 對不對 有八個字布林肯沒講出來 但我幫他解除結論 他的意思就是丟掉幻想 準備打仗 有這麼野獸嗎 這就是解放軍之前講了嘛 解放軍2020年 東部戰軍就公開叫大家 丟掉幻想準備打仗 這是中國講的 對 那時候我們有幻想 美國也有幻想嘛 看有沒有可能緩和 看完之後我告訴你 布林肯下結論 還有後續的動作 我認為美國已經丟掉幻想 準備打仗 為什麼 因為布林肯直接嗆名了嘛 他說中國這種態度是什麼 他已經不再接受維持現狀 什麼叫維持現狀 老化不統不獨不武嘛 我們不要喊 我們不要喊獨立 那你們也不要喊統一 那兩個就不要打仗 大家稀哩呼嚕 每天就要過去 該做生意做生意 現在不能稀哩呼嚕了 沒有 現在沒有不同不獨不武了 只有統一一條路嘛 而且習近平嗆了嘛 對不對 然後要維持保留動武的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布林肯在這邊說 這件事情呢 是整個美方都在改變的最大原因 而且布林肯講很清楚 美國這時候做這些動作要幹嘛 是要維護美國自身的利益嘛 所以這個東西喔 打台灣 幫助台灣打那個守衛台灣 或是打中國這些東西喔 跟什麼義氣之聲 民主主義都沒有關係 就是美國利益這四個字 他講得很白 我現在不是高取道德 高取道德你還可能閃 還可能跑 如果說你是跟美國利益有關 你是沒得閃沒得倒 沒得閃沒得倒的 這個問題在哪裡 台海不能改變現狀 對 美國每一場戰爭都是因為美國利益而打的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布林肯已經講得很清楚 他的評估也讓大家知道 我就講白話 你再講一次丟掉幻想準備打仗嘛 好 開始準備打仗的時候 今天美國就先丟一個下馬 丟什麼 他美國空軍大學 直接丟出一份資料 把中國所有火箭軍的位置告訴大家 就這個地圖 就這個地圖 這地圖是非常非常誇張的 中國火箭軍剛剛講的也有616263 一次到66 你每個的位置 你從東北 整個華北 華南 甚至 你連大西北都有了 是我先這樣講 火箭軍那有個概念 火箭軍是習近平任內成立的 那火箭軍只做一件事 打台灣就是火箭軍最重要核心的物 不管是靠多方的導彈去摧毀台灣的基礎設施 或者是做A2AZ 拒止美國進入 都是靠火箭軍對不對 這個資料我跟大家講 不是公佈地圖這麼簡單或這麼拔爛的 他的資料我特別點區 幾十頁很厚 裡面有所有火箭軍的番號 所有火箭軍的番號之外 我跟大家列舉一件事 比如說這是第61基地 這第61基地他寫什麼東西 第一個地址給你寫出來 Location 他不是在地圖上隨便標一個點的 接著他說這個是安徽省黃山寺屯溪區 什麼洪新路4號 你想要寄信現在可以寄過去 要幫他衛繞繞居什麼的 或是罵他的 他把地址給你公佈了 有個壞 第一個他把地址公佈之外 你看他公佈什麼 坐標 坐標什麼的 打擊坐標 你知道坐標的話 我就可以鎖定你的坐標打擊 對不對 我不只公佈你看這個地址 什麼什麼 幾號 什麼路幾號之外 還公佈你 第二基地的地址 第二基地地址 他也寫得很清楚 江西省上小市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 全部都公佈出來 那你公佈地址 我覺得你很過分 對不對 不好意思 你看他右邊這寫什麼 commander 你的指揮官是誰 趙丘陵 他給我寫出來 然後Duty Commander 你的副指揮官是誰 張建強跟陽光 全部都公佈出來 他一路公佈 從指揮官 副指揮官 公佈到最基層的軍官 李鴻軍 全部都公佈出來 而且你知道嗎 這只是其中 因為他陽光太多基地 對不對 這其中61基地 他每個你點進去 都有新 要地址有地址 要坐標有坐標 61基地為什麼重要 因為61基地 就專門針對台灣的 所以我們這邊把它列出來 可是其實鎖進去 我們現在在地圖上 看到每一個點 都有一份專屬的資料 然後你點進去 要地址有地址 要坐標有坐標 要第二基地有基地 要指揮官 要指揮官 更扯的事情是什麼 你知道嗎 寶傑哥 我們看右邊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是他的目錄 他到底公佈了什麼東西 先看我畫紅線的 他從新兵團公佈了 然後下面 特勤療養中心公佈了 然後呢 鵝眉療養院 右上公佈了 對不對 他下一個最誇張 他連親和幹修所 你退役的幹部在哪裡休養 我都把你公佈出來 我為了要炸 就隨著這些點 我每一個坐標都有 我每一個位置都有 我每個地址都有 密密麻麻 我全部都給公佈出來 這是非常誇張的情報收集 等於是讓 中國的火箭軍 在全世界裸奔 這是非常非常誇張的狀況 打不開 這個就是六十一基地 這個六十一基地 在他的東部戰區 東部戰區裡面 他每個點 每個點裡面放哪些武器 這個每個點 有的是放無人機的 有的放火炮的 他每個點 弄清楚了以後 更誇張的是什麼 六十基地裡面 有的在安徽 有的在江西 有的在福建 有的在廣東 廣東裡面 你有幾種彈 你有多少的距離 你的發射的範圍是多少 他居然清清楚楚的 把你給詳列出來 對 而且你看除了六十一基地之外 因為如果你只要單純 這個是打台海的話 其實六十一基地才重要 可是你看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有的在湖南的 有的在雲南的 有的在青海跟甘肅南州的 有的在瀋陽 遼寧的 有的在河南 洛陽的 全部都清清楚楚 換句話說 美國真是紮紮實實的 秀肌肉 告訴老公說 你最以以為要的火箭軍 直轄中國軍委 習近平的軍隊 等於是習近平的特種部隊 不好意思 你已經被我摸透 而且導演不在看 你的commander就說 我不只是說 把你的英文名字弄出來 你的中文名字弄出來 就代表我就watching you 你什麼東西 一舉狀況 你每一個地方的指揮官 你每個地方負責官 你每個地方到底有誰負責 甚至你連你的催事班 你的催事班有幾個火箭 我都知道 對 他就是連你煮飯的 我都知道 從你指揮官到煮飯的 甚至就是我講最誇張嘛 親和幹修所 就是說你的老幹部退休了 我也不犯過你 我也把你底摸透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次中國在這 你可以說 這一次這個所謂的解放軍 而且他也把火箭軍的 所有的組織圖 每個部門的領導人 然後這個領導人叫什麼名字 他的基本資料 全部列出來 對 當你這一點 全部露出來之後呢 你要怎麼去打 你怎麼反擊 對 需要遠程轟炸去打他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今天美國也公布了 他們新版的B-52轟炸機 也出來了 這個新版B-52轟炸機 我給大家看 這是舊版的B-52轟炸機 這大家相對熟悉的 對 可是這個新版的B-52轟炸機 欸 大改款了 這幾乎是大改款 第一個我跟大家講 他的引擎換了 舊的那個引擎 曾經在二零一季的時候 很臘散 因為畢竟四五十歲的飛機 有掉下來過 掉下來 不行嗎 好像打仗怎麼搞 所以第一個他把引擎搞成二零一七年 掉下來後 今年全部改成勞時代 是新的F-130引擎 這個有差喔 他的推力有差 他的節油的程度有差 對 節油有差的話 那他長距可以更遠 推力有差 他的載彈力量可以更大 再來你仔細看他鼻頭有點不一樣 這個鼻頭 你看原本亂七八糟 現在有點光滑 他把鼻頭同步成是什麼 大黃蜂同級的雷達 這是雷達 對這是雷達 這是舊的B-52 這是新的B-52 完全不一樣了 完全不一樣 新的B-52 他的鼻頭比較光滑 比較沒有凹凸不平 然後比較沒有有了沒有凸出來的天線 簡單講這個新的雷達 他整合 美國大黃蜂就是美國航空母艦 建台建的雷達 就整合在B-52上面 所以我可以轟炸 我也可以徵收 甚至我還可以干擾 對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 他的武器的掛架 他武器掛架 這看不太出來 他武器掛架 看到的資料是有全部整合 那這幹嘛 減少雷達截面機吧 因為你希望他盡可能的隱形 雷達截面機小姐 武器掛架要整合了 最特殊的是這個東西還沒有公佈 你仔細看到 他的機背上有兩個凸出來的東西 這兩個凸出來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現在沒有公佈任何一個東西 這兩個凸出點 對 目前判斷有可能是做什麼 是電站的可能 那到底是什麼 我不知道 我必須要講不知道 沒有特別公佈什麼東西 我的意思是 第一個 B-52轟炸機 現在做大改版 第二件事 B-21轟炸機 B-21轟炸機 一直被美國傳說中要幹嘛 要取代B-1B轟炸機 然後是這個神秘的轟炸機 現在美軍有直接告訴大家 我們B-21轟炸機 長怎樣了 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已經準備準鑽待發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國拋下幻想 準備打仗之後 確實也做了非常非常多準備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這個 在整個亞太地區 大量部署MQ-9的死神無人機 MQ-9的死神無人機 轟炸範圍超乎你想像 你可以仔細看以這個圖為例 其實兩個基地 就可以把整個中東都覆蓋住了 其實滿遠的 其實美洲也只兩個基地 北美 目前在亞洲 原本在所謂的澳洲這邊有個基地 現在會在日本部署一個基地 在陸兒島一個基地 對陸兒島一個基地 它等於是要幹嘛呢 把整個第一島鏈全部都部署好 另外一個呢 現在B-1B的轟炸機 也部署到關島了嘛 B-1B轟炸機 部署到關島要幹嘛呢 他們竟然美韓要有 100台飛機的軍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對於布林肯講出這種話的時候 確實美國拋下幻想 正在準備打仗 總統長 我真的太訝異了 美國軍方居然公佈了 中國所有火箭軍所在的位置 不但公佈你所在的位置裡面 連你 每個位置裡面有哪些的火藥 有哪些的火炮 甚至哪些的指揮官 我清清楚交代 連你的地址我都交代 甚至講說 從司令部到催事班 他的資料都有 對 這表示什麼意思呢 因為中國要攻打台灣的時候 第一波攻擊是什麼攻擊 A2AD 就是火箭軍 火箭軍 他封鎖整個西太平洋 他把西太平洋封鎖住之後 他才有可能阻擋美國航母出海 美國的航空母艦如果不能出海的話 台灣當然要失手 就沒有救援了 對 沒有辦法救援 所以這個時候美國公佈你 所有你火箭軍的部署跟位置 就告訴你說 我有能力在第一時間裡面 摧毀你所有的火箭軍 所以你在西太平洋的A2AD 完全無效 完全無效的情況 所以你說 我既然知道你是我的位置 我就可以在第一時間全部摧毀嗎 那當然沒有問題 他這個作戰能力 你只要不是摧毀 他是說你開始火箭軍有開始調動 部隊開始移動或是相關的雷達 打開的情況下 表示你要發動攻擊 就如同俄羅斯跟烏克蘭的 發動攻擊前的幾個月 他就已經不斷地用衛星的圖像 告訴你了 所以你只要有任何動作 我就會知道了 我就知道 我就開始 他會有相應動作出來 他有能力去封鎖你這些火箭軍的 全面性的攻擊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保障他的航空母艦 可以進入西太平洋嘛 是 他怎麼可能說 讓我的航空母艦上面有五千個 美國海軍的官兵 進到西太平洋 然後讓你的飛彈攻擊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他一定是徹底 先把這個壓制住才有可能 來對台灣遲緣 所以遲緣的前提條件是這個東西 那為什麼你壓制住 我已經警告你了 那為什麼布林肯還是很害怕講說 中國已經做了決定 不再接受台灣局勢的現狀 要對台灣加強施壓 而且包括堅持武力的可能性 你認為布林肯是很害怕嗎 他不怕嗎 因為只有我怕囉 布林肯什麼 布林肯11月6號美國要投票 民主黨跟共和黨要投票 現在拚命打中國牌 打中國牌 現在目前的民主黨的 整個選情是居下風 共和黨有可能再拿到 整個眾議院的全部的過半數席次 你說現在拜登只下39%了 對 他現在整個選情 非常不利的情況之下 這幾天時間 他不快點就選情 那他打什麼牌 他打中國牌嘛 中國會打仗嘛 他在仇中的牌打中國牌 打出來有可能會撈回 可能會扳回一點選情 是這個主要目的 選舉需求 第二個事實上 他講的對不對 也是對的 就是說他扣的這個中國的帽子 說中國已經放棄維持現狀 對 這很具體啊很簡單 海峽中心是不存在的嘛 對 海峽不存在 海峽中心不存在 就是已經放棄 這個Status Code 維持現狀嘛 那好的問題是 誰在注意 誰在決定維持現狀 誰在決定 這當時很有名 美國在決定維持 美國決定嘛 當時最有名的一句話 就是他的Condilatial Rights 這是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 萊斯接受這個 美國新聞的採訪的時候 就講過一句話 他說現狀的定義 是由美國來定義嘛 所以布林肯這句話的意思 是什麼意思 不是台灣方啊 是他否決了我美國決定現狀的能力 對 所以他是跟美國挑釁 不是台灣 你不要搞錯了 所以以前台灣維持現狀的現狀 是美國定義 現在中國要告訴你說 現狀的定義權不是美國 是我中國 對 他否定你美國的 決定這個現狀的能力了嘛 那是不是挑戰美國呢 是 所以這是直接挑戰美國 所以他認為會發動武力攻擊在這裡 那攻擊誰呢 當然是攻擊老美跟台灣 同時要攻擊的事情 所以他認為說武力 包括使用武力攻擊的可能性 但是這個武力攻擊的可能性 他有沒有講時間 沒有 沒有講時間 所以這個就是留下一個尾巴 所以我判斷 他是為了選舉的需求 可是我們有點害怕是 新進兵上來以後 大選一把抓 大選一把抓的時候 你以前講 為什麼他可以持續幹 就是我要處理台灣問題 然後處理台灣問題 換你不管是何衛東 不管是苗華 那都是支台派 都在福建幹過 那都是做過魔力演練的 做過魔力演練跟實際上作戰是兩回事 實際上你看他的這個 這次軍事的這個軍委會安排裡面 只有一位軍委會的副主席 曾經有過越戰的成越戰爭經歷 所有中國的軍人裡面 沒有一個有打仗的經歷 沒打過仗 這個何衛東他是所謂東部戰區失令 他也只不過做出一些大型演習的經驗而已 他們真正並沒有戰場經驗 這是他們最虛弱的一環 真的一開始在接觸戰爭 打的時候 我認為中共的軍方的整個協調作戰能力 會遠輸給美軍 不堪打嗎 我認為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整個是非常複雜的 一個協同作戰的一個方式 我們曾經講過 兩個國家要面臨這種作戰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雙方的演算能力 我非常複雜的演算的方式 然後掌握你的先機 所以你差那個0.7秒鐘 我就把你幹掉了 你怎麼可能 所以這些人目前是 他在數量上有優勢 但在質量上跟整個大規模的 陸海空三軍的協同作戰 尤其是陸海空旗 那個非常複雜 搞不好自己的船跟船都會撞到 對 那麼簡單 他們沒有協調運戰 完全沒有 這個東西是非常複雜的 習近平知不知道 習近平知道 我不認為習近平最近這一兩年 我們國安局局長說什麼 2023年會發動攻擊 我認為我們的陳明通局長 也是為了明年的選舉 他也在為選舉 他也是在搞選舉嘛 因為中共現在沒有能力 在2023年以前打台灣 不可能的事情 我剛剛講了嘛 因為打台灣的目標 不是打台灣 我再跟全國同胞講清楚一點 他在打台灣的時候的 第一個標的物 要選擇能夠很快速的擊敗美軍的 持緣的可能性 如果不能把美軍的 美軍擋住在A2AT 在他西太平洋以外的話 他不敢打的 他打完他自己要陪上一個整個的 整個解放軍的火箭軍跟他的海軍 不可能 郭敏 以前 蔣介石最喜歡講什麼話 物是敵之不來 事無有以待之 你打不到不在乎 我要先把我自己準備好 搞了半天 實踐這句話最強的是什麼 是不是美軍 剛剛講 你有任何情緒妄鬥 我就把你火箭軍所有的位置都公布出來 不再把你火箭軍位置公布出來 就告訴你之後 我連打你的這個 想定我都做好了 那打你的想定是什麼 我本來也不懂 聽你想我就懂了 搞了半天 無人機 無人機是摧毀他所有 火箭軍基地最好的武器 而且 美國已經在日本準備好了嗎 沒有錯 其實我們剛剛已經談到說 美國已經把中國火箭軍的基地 包含他的指揮官 副指揮官等等等等 都已經公布了 你公布出來之後 其實這些火箭軍的發射車 他會到處跑啊 所以其實 每一次的情報更新 都需要這個 什麼叫即時情報的更新 就是說 最好以前 嚴世派偵察機 我看看 這些軍隊有沒有到動 那現在呢 因為科技發達 用無人機 無人機 我們在二物戰中 看到它的效用 那這個新聞是說 23號 日本共同社報導說 其實有8架 這個MQ-9 這個無人機 進駐這個鹿兒島基地 死神無人機 不對啊 但鹿兒島這個 鹿屋基地 是日本航空自衛隊的 日本海上自衛隊 你美國人 怎麼會有8架 還有基礎人進駐 這個表示說 美國已經直接介入 這個東亞戰士 那當然啊 美國是說 我這8架無人機 沒有帶攜帶5G 我只搭載 這個偵察機 所以你中國不用怕 但是他其實有一個目的 就是說其實 除了美軍操作之外 那為期一年 也是趁這個時候 交到這個日本的 海上自衛隊的人員去操作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這樣操作 是日後呢 方便日本海上自衛隊 組員去操作 這些無人機 幫美國看出第一島嶺 那這張圖呢 很有意思 這張圖是所謂的 MQ-4的巡視範圍 這張圖 這兩張圖要搭配起來看 這也是都是公開資料 那左邊這張圖是說 其實美國呢 他們是全球戰略 全球戰略 他居然說 把這個無人機隊呢 編成組一個 類似我們叫空中艦隊 比如說這一個符號 就代表一個中隊的符號 他都有一個象徵的意義 比如說有龍啊有熊啊等等 那通常這個圈 大概是兩個中隊的無人機 去cover這個全球區域 那我們看到這個右邊的區域 居然是六個大圈 對 他每個大圈是四架無人機 搭配一架備用機 就五架 那美國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說全球 我只要30架無人機 就可以幹嘛呢 就可以監看全世界 可怕了嗎 只要30架可以監看全世界 所以我只要有30架 等於說 今天我在中國只要部署2架或到4架 你中國所有的一舉一動 你就算是你用所謂的車載的啦 火車載的我都可以看到嗎 對沒有錯就是現代化的我們叫千里眼 其實很發達 就是說這些死神無人機 在3萬英尺的高空 居然可以看到 海平面一舉一動 不管是日間夜間一樣 都會逃不過他的法眼 所以我們叫現代化叫千里眼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整個廣大的澳洲有這個大圈 那整個澳洲上面的關島危機地 那現在我們搭配前一個新聞 不對啊 他美國是現在要把這個偵察圈移到這個鹿兒島 鹿兒島移東海 離東海很近 離北京也很近 那其實移到鹿兒島 他可以方便偵察中國 然後也可以對付北韓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擊 那我們再到下一張說 為什麼會這些無人機這麼的厲害 其實剛開始無人機就是所謂超大型 我們看到說最左邊 這個所謂的大型的無人機 他們的翼展都很長 那第一代的我們叫長城無人機 這個只是看 就是說在天空上看 你看到沒有用啊 譬如說在地面上有人到處亂跑 有恐怖分子在亂跑 你看得到你打不到 後來美國在所謂阿富汗戰爭 就發展這個MQ-1 MQ-1這個是比較低害怕在用 所以我們看到說 之前有很多恐怖分子被獵殺 就是這個結果 那現在進化到第三章 這個MQ-9 那這個MQ-9不是哦 他是說可以看得到 而他看到如果有可疑的分子 他就直接摘下去轟炸了 所以其實這個戰力呢 我們就看到右下圖說 7月底的時候 比如說艾曼的一個 在阿富汗被擊殺 所以其實整個美國是可以控制阿富汗 也可以控制全球 聽說 今天布林肯講這句話 他等於說那位選舉 還是兩岸真的出現我們不可想像的事情 還有現在 真的 我們覺得李強是一個失敗的例子 可是變成他變成狀元回鄉 現在全國學李強 對 你說他 布林肯講話要為了選舉 事實上也太慢了 因為選舉即將到來 他那個情勢大概基本上沒辦法翻盤 民主黨再怎麼用力來講的話 其實他無法去處理通膨的問題 所以經濟問題才是他國內正在的問題 但是他講的東西其實是針對中國來的 所以對中國來講的話 你看到適時這個時機 放出火箭軍的部署地點 這個是代表什麼意思 美國是有能力 而且可以偵測你所有的相關據點 包含你打飯班的 我都知道說你在哪裡 對 你煮飯 你就你的後勤單位的概念嘛 還有你的這個部署的東風飛彈的系列 到底東風哪一型的 在哪個基地 在江西 在福建 在廣東 在湖南 在哪些地方 每個城市 每個地點 都把你清楚的標示出來 甚至連坐標都有的 代念就是說真的就是GPS 可以鎖定 然後就直接美國就直接做源頭打擊 所以正好一開始講說你每個地址 比如說你在安徽省 什麼樣的縣 什麼樣的一個地方 就代表我只要知道 代表你的衛星坐標我都有了 是 那代表說美國早就長期以來 早就已經了解到中國所有的部署 我可以預判啊 不是這份報告而已 接下來陸陸續續有很多 不同的報告會出來 什麼不同的報告出來 比如說戰略支援部隊的 相關的系統在哪裡 比如說陸軍的 海軍的 空軍的 還有相關的戰區裡面的 聯合作戰的相關的部署圖 全部都會跑出來 那當然現在美國來講 他本來就有提交給國會的 中國距離報告了 對 中國距離報告 裡面當中就有各個戰區的 相關的這個東西 不過那個不是太詳細 他太詳細了就說 就像我們剛剛 俄武戰爭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連指揮官他加地址 然後他加什麼東西 對齁 電話號碼全部都有嗎 不是 我覺得最可惡 最可怕是什麼 今天俄羅斯的士兵 逃回了白俄羅斯 逃回白俄羅斯 你搶了很多的零件 那搶回去以後 我把這些東西打包回 我的這個俄羅斯 每一個人 你什麼部隊 什麼名字 什麼番號 你要不要寄到哪裡 他都知道 那些database 那些大數據 全部老美早就撈走了 老美手上都有 他是刻意的 透過系統就把你放出來 那現在美國正在警告一件事情 就告訴你 我盯著你看 我盯著你看 你敢輕舉妄動 你的部隊要以防 我這邊馬上立即修改 我的參數 還有立即修改 我的相關的東西 躲不了嗎 所以你躲不了的 你永遠躲不了的 所以如果你要動武 現在警告你說 你因為基本上來 你不想說 你現在這個資料已經公布了 你這資料公布了以後 你就打掃金蛇 那現在中國已經知道 你在怎麼幹了 那我中國就偷偷摸摸的 把我的部隊做以防 不行嗎 所以美國跟著更新啊 會更新 絕對跟著更新啊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更新的動作 他的更新版本就會跑出來 他為了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第四版 就像我們那個書一樣 一直編輯一樣 所以就是會一直跑出來 所以你看到 他現在就在做一件事情 他告訴你說 我透明化 把你的所有軍隊透明化之後 你要打什麼飛彈 你要做什麼動作 我全部一七二組 所以我們知道說 台海戰爭一開始一定是飛彈嘛 一定是制空權 一定是制海權 一定要先做嘛 那這時候呢 你要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美軍我早就已經料到 你的所有的部署 所以我可以做源頭打擊 所以日本也在 想要做源頭打擊 這些資料難道 日本也沒有嗎 日本絕對也有 所以呢 這個告訴解放軍屬 絕對不能輕舉妄動 所以現在問題在哪裡 問題就在中國 我講過 中國這一幫所謂的軍委會裡面 是奴才 他不是人才 如果是奴才的話 他根本沒辦法戰場 做戰場規劃 他沒辦法做所謂的 拼命辦事 對 沒有辦法做聯合作戰 我講過嘛 所以可能問習近平說 我今天要打仗 我要用什麼東西 我先派這個遼寧號出去呢 還是先派我的兩棲作戰艦出去呢 還是先派什麼東西出去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因為你是三軍統帥嘛 你三軍統帥由你來決定嘛 我軍委會只是招命辦事 所以軍委會他可能到最後 沒有真正的完全的 戰場規劃的能力 最重要的問題是說 當老美把所有的東西 都看了一清二楚的話 你軍委會的所有動態 全部都在他掌握當中 市長 大衛生居然講這麼重的話 習近平拉開窗簾 然後看到了強大的軍隊 我不想惹那個傢伙 我就把他 這是美國的勝利 另外 華盛頓郵報居然講 中國威脅升高 美國尋求空前的軍援 也就是說 只要你把窗簾拉開 對 你只要有一點動靜 是 美國的武器會源源不斷地進來 然後你放出這個訊息 在什麼時候 對 放這個訊息 剛好就在拜習會之前 華盛頓 今天傍晚的時候 拜習他們終於見面了 這是他們 拜登當任總統之後 第一次跟習近平的屍體會面 他們兩個握了八秒的這個時間 兩個都在笑 可能問題是這裡面笑 笑得讓你發寒 為什麼 有笑裡藏到嗎 抱歉 這兩個他們都通過了一些 國內的政治的這個考驗 包括習近平的二十大 還有拜登 拜登在這次習中學 他沒有輸啊 所以等一下他這一次來 他講得非常清楚 他要畫下那個紅線 可是同樣的 習近平也會畫下那個紅線 只是他們兩個的紅線 會是怎樣的紅線 大家不知道 但是美國呢 在準備要畫下紅線之前 他已經做好了所有的準備 那拜登要會面他之前 他在昨天已經跟美國還有跟日本韓國都已經打過照面 也跟澳洲打過照面 他今天要來會習近平 再來就是美國用軍事壓力壓迫你 怎麼壓迫你 戴維生說得非常清楚 習近平拉開窗簾的時候看到美國在該地區經濟外交 還有強大的軍隊 他會想說我不想整個那個傢伙 所以拉上窗簾 這就是美國期待的勝利的樣子 那你打都不敢打 而且在拜習會之前 那美國做了一個動作是什麼呢 他們派出了100架飛機 來到台灣的東部這個地方 100架 大家沒有聽錯 100架去抵達這個地方 連日本 連中國都不知道這個100架 F-16從哪裡來 因為美國亞洲並沒有部署F-16 他們來的時候 中國派了300架飛機去 跟他空中對峙 所以他們已經在軍事上面 已經較量的一回合 所以你就知道 他們兩個雖然今天握著在那邊笑 其實大家都知道 裡面的會談或後續的這個水 是相當相當之深 所以事實上 我們只看到這個握手 我們看到這個微笑 事實上 戴北生先講 如果讓你打都不敢打 然後透過華盛頓郵報放話說 你只要敢掀開窗簾 你只要敢鬥手 我的大量的軍員就會進來 讓我不是嘴巴講講 我在台灣我都不知道 100架的F-16 竟然就在台灣附近 然後跟300架中國的軍機對峙 對 我們國防部就說 這是近期台灣 大概最多空軍這個飛機的時候 然後我們國防部也說 我們全程掌握 那根據我們國防部的說法 因為他們 我們都有監聽到 雙方在飛的這個過程 還有電戰實力 國防部的說法是說 中國的空軍的這個 他們的發動機稍微比較弱 但是電戰實力 似乎兩邊是差不多了 所以事實上 雙方在這次 這個300對100的對峙裡面 雙方是使出了渾身解數 而且我們看到日本的周刊就特別提到 他說這習近平的野望 台灣輕功的粉碎就代表 你的野望是侵略台灣 可是這個野望已經被粉碎了 然後講美國 他是進入一個臨戰狀態 就代表 美國是一個備戰狀態 沒錯 他這次拜習會的時候 美國的確是做如此的這個狀況 你看 這日本的雜誌都報得非常清楚嘛 那為什麼這個樣子呢 習近平去看了這個 中共軍委會的這個聯合作戰中心 他現在也升了自己的關鍵 以後未來要打仗 他都要這個能夠發號這個司令 好那同時呢 他穿著這個迷彩裝 要求軍委會要全力 要備戰所謂 聚焦所謂打仗的這個狀況 同時間那一天的時候 中國轟炸機 他一有所指出動了 他上面掛了這個飛彈 大家看了都說 哦 這裡面有蹊跷 因為他是搭載了英籍21 英籍21 就是近距離要攻擊美國航空母艦的飛彈 所以他又擺明了就說 一旦美國你敢出動航空母艦來說 我就用這個來打你 所以同時之間你看 同時之間你看 美國就派出了100架軍機來這個地方 然後你就這樣互相的這個對峙嘛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現在對 而且你知道 最近一段時間美國還做什麼動作 美國檯面下已經對這個 普丁的親信說 要俄羅斯趕快無條件的投降 為什麼無條件投降 因為他們準備要集中力量辦大事 俄羅斯已經被淘汰了 我們現在要全力的對付中國的這個狀況 他已經要求俄羅斯無條件投降 對沒錯那好那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我們就講這一次在台灣的東部外海出動了100架 這個美國的100架軍機 還有中國的300架軍機 真的是非常不尋常 保證主要是這樣子 因為美國突然之間出動的F-16 還有部分的F-18E的這個飛機 大部分是F-16 可是F-16來到這個地方來說 因為100架 我們就講從來沒有人知道說 美國在這個 你什麼時候放這不對 沒有F-16 所以這是什麼 人家傳言說這是美國要測試所謂 長期奔行 他們從美國本土F-16飛到這個 從關島來的 而且他們可能還有 可能傳言可能是美國的本土 還有傳言什麼 還有這個空中加油機在這邊加油 所以100架抵達這個地方的時候 所以我也有空中加油走啦 抵達這個地方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中國也是馬上 毫不客氣 中國按照所謂1比3的策略 就是說你來一架 我就要來三架 所以他就出動了300架飛機 300架飛機來說 有蘇35的飛機 還有轟6K的飛機 各式各樣的飛機 全部都出動 然後於是他們雙方 在這個空中的這個地方 就稍微進行一個對峙的這個局面 我們都沒想到 我們都以為這個太平盛世 我以為西線無戰事 對 我們忙著選舉的時候 中國跟美國他們的軍機 已經在這個東太平 在太平洋的這個 我們東部外海這個地方 互相已經來較勁了一次 而且他不是一下子喔 對 來來回回三天 對 所以你知道 市場現在真的是 相當相當的這個精采的一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我們之前原本的 這個沖繩的家手 他的這個基地裡面來說話 原本他們是F-15的 要派換成F-22 這個美國的規定是這樣 原定的計畫是這樣 可是現在日本媒體的規劃是說 沒有喔 他們F-15沒有走 F-15還留在這個地方 但是F-22已經來了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未來有非常多的飛機 不只F-22 F-15也有在這個地方 他命令的 因為這個地方 可以緊盯著整個中國的東部 所以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美國對這個中國的 這個所謂野心的防範 事實上是持續在提高之中 而且美國現在也釋出了 很多的一個畫面 以前我講 我要用戰空機 我來進行 可是沒有想 他現在可以用運輸機 可以用西藥山洞 我可以丟炸彈 我在丟炸彈的時候 我不用什麼起落架 我也不用鎖地 所以只要丟出去之後 我這個飛彈 我可以直接接收訊號 我這個飛彈 可以直接命中目標 沒錯 美國這個叫做吉隆計畫 他們也就是說 用一個類似貨倉 這樣把它裝箱了之後 它在這個運輸機上面投彈 那人家 事實上美國曾經有做這樣的測試 但是沒有在外國測試的時候 他們這次把它拿到哪個地方 把它拿到 包括說挪威這個地方來測試 那你可以看到 他們說用這個MCE山洞的飛機 然後飛出來之後 把這個貨櫃丟出來 丟出來之後 馬上這個飛彈 就能夠飛出去 然後精準的命中 對 就這樣丟出去 對 丟出去 裡面有飛彈 對 那就可以精準的命中的目標 那事實上為什麼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美國現在他們準備做的方法就是 未來你盟國都可以用這些 用我們的MCE山洞的飛機 台灣也有瀟山洞 對 或是運輸機 你就裝了飛彈 這飛彈的時候 你知道你要怎麼做嗎 因為第一個 這飛彈裡面來說 未來可以接收 你只要丟出去就好 丟出去之後 我們可以直接透過遠端去設定給那些飛彈 說你要打擊什麼目標 我直接這樣控制之後 這飛彈就直接飛出去 就打擊那個目標 只要我們能夠訊息共享 資訊共享的話 你的飛彈也可以變成我的飛彈 你只要把它丟到那個地方去之後 我可以指揮要攻擊什麼地方 所以說 那我們台灣我們也有輸出機 我們也有西遙山洞 我們的西遙山洞就像taxi一樣 對 就像計程車 是 你告訴我往哪飛 我就往哪飛 你告訴我把哪天要把他放下 你就把他拿來放下 放下了以後 他只要一出來 對 只有美國的衛軍 是 美國的司令部 美國的軍人可以直接操控了 沒錯 這就是類似Uber的概念 我只要你敵人在什麼地方 最近的時候 我就出動那個地方的 這個所謂運輸機 把飛彈彈彈彈去 以後運過去就好了 對 我就直接可以命令 這個武器 然後直接攻擊你 所以這是美國的一個非常新的想定 他是全自動運作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知道美國真的 那你說要防範誰 當然就是為了防範中國而來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華盛頓郵報 他剛剛講的 他是跟美國白宮關係非常好 而且華盛頓郵報跟拜登的關係 也非常好 他居然怎麼講 他說現在美國的國會 尋求一種空前的軍援 什麼軍援是 只要兩岸戰鬥開始有那種端倪 你開始把那個什麼的 窗簾打開的時候 你不能像烏克蘭一樣 一邊打一邊瘦 一邊打一邊瘦 在你還沒有打之前 該有的武器裝備 都要送過來了 應該 我跟大家講 事實上這次美國國會選舉 結束之後 美國應該會加速整個制定法 因為原本是為什麼會停住 因為美國要其中選舉 選舉完之後 雙方 你看 拜登在這次選舉 他其實一直在打這個中國牌 沒有輸 沒有輸錢這樣 而且你知道 他的內政多慘 對 他的等於說通膨多嚴重 他的經濟 剛剛講說購買力消失度嚴重 那這樣怨聲載道 等於說紅潮開始滾鬥 對 沒有輸 他只打一張牌 中國牌 所以你就知道他會繼續怎樣 繼續打 而且民主共和黨持續加碼 所以接下來這個所謂法案 什麼原台法案 一定會快速的增加 那快速增加裡面來說 你看 他要求台灣買 或是說台灣可以獲得 包括反艦的巡弋飛彈 防空系統 自殺無人機 水雷 指揮的這個空 指揮控制的這個系統 還有安全無線電等等一大堆 甚至我們可能 標槍飛彈還有刺針飛彈 全部都可以快速的拿到 也就是美國會快速的給你 甚至怎麼樣 美國的共和黨的這個中議員 加拉格爾他就說什麼 他準備要儲存更多的 這個關鍵的彈藥 在台灣還有歡日線以西的所有的國家 他全部都要增加 那歡日線以西的要針對誰 當然就是這個國家 就是說中國 所以那事實上美國 你看他是說 我們準備那麼多單槍的時候 是我們維護和平 並且讓習近平三思而後行的最佳機會 所以這樣美國所有的民主共和黨 就有一件事 就是現在絕對要把中國 給阿赫羅德的一個狀況 當台灣有事 美國會願意出兵協防嗎 其實大家很明顯 因為美國總統拜登 他至今已經回答四次了 如果中國入侵 美軍美國男女會保衛台灣嗎 拜登回答是的 而且他之前也說了 如果台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襲擊 甚至我們看到現在 美國的副總統賀錦麗 他是因為參加了安倍的國葬之後 他也在橫須賀港發表演說 他說美軍會不屈不撓 無所畏懼的持續在這個區域運作 所以是從我們看到現在 美國跟台灣之間的交流 當然他們看到的不只是台灣地理位置的重要 也看到了台灣的半導體 沒錯 我們知道說事實上美國總統拜登說了 這個YES YES要協防台灣美軍 或是說美國的男女之後呢 這美國總統表態之後 副總統賀錦麗他也說了 他說我們在國際法允許的狀況之下 我們要繼續毫不畏懼的在亞太地區進行 這個包括飛行巡航還有運作 所以言下之意來說的話 他也是把中國當成個假想敵 更不用說了 我們看到 這個路透社釋出了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來說的話有相當大的玄機 這玄機在什麼地方呢 因為他在演講完之後 他進入了這個 這個所謂霍華德號的神盾驅逐艦裡面 他這裡面來說的話 根據這個指揮官 他就跟他報告了相關的這個 他就說我們這裡面有一張這個地圖 這個地圖裡面來說的話有一個假想敵 這個假想敵來說的話 他說是一個這個敵對的國家 當然啦 他們這個路透社的報導 沒有說敵對的國家是誰 但是大家都知道說 是 可能是中國 他說這還有一個島嶼 這個島嶼來說不是關島 他說指的是某個太平洋的這個地區 看起來的話言下之意推斷 有可能就是台灣 所以他在這個指揮官 在跟賀錦麗報告的時候 他等於是把中國視為是一個敵手 那我們可能會去作戰的區域呢 不是關島 是在太平洋某個島 那當然言下之意來說 台灣的意味是相當相當的濃厚的 不過視聰你知道嗎 其實我看到這張照片我蠻驚訝的 因為他這一個照片 當時我們去環太平洋去採訪的時候 我們登上了這個Michael Monster的攻擊鍵 這個地方叫做Blue Room 就是藍色的這個房間 它其實就是戰情室 這個地方是很重要的 當時美軍是不讓我們進去拍的 不但是你不能帶攝影機 你連手機都不能帶 這個地方是非常機密 當然也代表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對 曾經說說他曾經站在 約莫是賀錦麗的這個位置 當然不是這一艘船 但是這個什麼意思呢 他們是在跟他報告這個軍情相關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照片顯然也是美軍釋出來的一個照片 他美軍的報導這些東西 所以他告訴你說 賀錦麗似乎是也是贊同拜登的這個想法 一個敵對的國家是中國 我們要保衛的地方可能就是台灣 只有這張照片 還有賀錦麗的表態 我覺得言下之意是相當相當清楚 他甚至還譴責了 中國令人不安的這個行為 我們就講嘛 他事實上是為什麼會到這個地方來 因為他主要是 參加了安倍的國葬之後 緊接著登上這個橫須賀基地 因為橫須賀基地來說是美國在 美國海軍在海外一個非常大的這個基地 對 目前為止來說 當然他的橫須賀基地有2萬4千名的 這個軍事的這個相關的人員 包括雷根號也進駐在這個地方 目前為止來說 雷根號已經在跟韓國在進行一個 這個操演的這個動作 所以你就知道說其實 從美國的總統 還有美國的副總統 都已經講出來了 他們會保護台灣 好 那我們講為什麼橫須賀基地 非常重要 因為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前幾天曾經講過 美國目前的這個五代戰機 可以說是他根本不把 歼勒石放在這個眼裡 好 那不只是不把歼勒石放在眼裡 他事實上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的 這個我們就 我們講過了非常多的豬瓦特號 豬瓦特號到現在呢 這是美國最新的這個無人的 這個飛彈驅逐艦嘛 他這個戰鬥力非常強 因為他到底戰鬥力多強 他說這個豬瓦特號 他有非常強大的隱身功能 我們知道其實他的船身呢 比目前美國的伯克級的驅逐艦 都還要更大 在大40%左右 但是他的雷達的截面機呢 確實比一個所謂這個漁船 還要更小 那你更不用講 噪音比洛杉磯的潛艇還要更低 還有那加上說 他上面有非常強力的 這個火力的這個配備 原本呢 他是搭載這個標2 那目前為止來說 根據美國的這個接下來 可能會把他換裝成這個 超音速的這個 超高音速的這個飛彈 所以等於是說你看 他有隱身的功能 然後他又搭載了這個 超高音速的這個飛彈 他的作戰力是相當相當的強大 其實我剛才講到說 我們登上的那個 Michael Monster 其實跟他長得非常像 他也是豬瓦特級 而且呢你如果從外面來看 他會告訴你說 其實這一艘艦艇上 有非常多黑科技 可是當你實際看到他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長得真的是 蠻不起眼的 就是這樣灰灰的 但表示他逆蹤很厲害 對 因為你知道他的截面機 因為曾經近深的看過 他應該就是非常多的平面 他應該可以反射很多的 這個雷達的這個掃射 所以事實上他的這個 戰鬥力相當強 那目前為止 美國的第一艘 他把它佈在什麼地方 他已經非常清楚了 他把它佈在 橫須赫的第15驅逐艦中隊 也就是說未來為止來說 他可能就會部署在 橫須赫第15驅逐艦中隊 而且根據美國的盤算裡面來說的話 他們會有一個大規模的驅逐艦中隊 可能未來越來越多的 朱瓦特級的搞不好都會加入這個地方 你就知道這可能是美國的 非常重要 你看那個美國的前海軍上架 他還說 朱瓦特號為美國的潛在對手 創造了一套全新層級的戰場複雜性 就是你抓不到我 我看得到你 對 你這樣一個狀況 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朱瓦特號真的是值得大家關心 好 那除了這個 美國要強化這個朱瓦特號的 這個部署到這個西太平洋來 這樣一個狀況之下 那美國這幾天又接受了一個新的 這個新的叫什麼 叫阿巴拉契科號這個船艦 這船艦是什麼 其實它是一個快速運輸艦 快速運輸艦重點是 陳映你知道嗎 它這上面來說是一個無人軍艦 也就是說它這個其實是相當相當的巨大 所以我們看到無人機 現在這是無人艦 對 它目前為止來說 是美國非常大型的這個無人的運輸艦 你看它上面的容量是相當多 你看它可以裝置大量的 我們看到這是它的這個 這個無人艦裡面的這個狀況 可有非常多的戰車 還有飛彈車 都可以完全都裝在這裡面 那他們目前為止 已經進行了一連串的這個測試 這次之後 美軍已經要把它接收過了 那接收過了之後 美軍目前還沒有想定 但是根據美國的這個盤算就是 未來可能會把它投射到前線 就是萬一戰事發生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讓它當任快速的運兵 把這個重要的物資運到前線 目前為止美國可能會把它派到西太平洋 也就是說當第七艦隊的這個後勤艦 那第七艦隊來說的話 在這個日本嘛 那日本當然言下之意就是 for這個台海 萬一發生事情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進行一個後勤補給的這個動作 好那除了美國在這個增加他們所謂的海軍的實力 特別在日本這個方面來說的話 日本本身也在增加他們的國防實力 那我們知道這幾天的時候呢 這個日本的新任的防衛像 冰田靜一 他來到什麼地方 他來到了宇納國島 那宇納國島在這個位置 我們知道其實宇納國島是距離台灣非常非常近的一個地方 就你知道這個冰田靜一在那邊看的時候 他就變成說 這距離台灣很近耶 他就這樣講 連他任務也都看得到 對 因為距離110公里 其實是真的還蠻近的 那因為宇納國島根據日本 日本現在準備把西南諸島完全都把它軍事化 那在宇納國島的話 他準備要部署一個就是電子作戰的部隊 他就是要專門收集還有分析相關的這個電波的狀況 也就是說萬一有緊要的這個關頭的時候呢 他可以抵銷 譬如說如果你對我發動這個電波攻擊的話 我可以 我也可以電波干擾你 所以他等於是有一點某些程度來說 在這個地方在進行一個電站 或者說進行一個作戰的這個狀況 還有收集相關情報的這個狀況 那你知道因為宇納國島距離 距離這個台灣非常非常近 所以宇納國島的話 某些程度來說 你也可以把它視為說 其實某些部分是在防衛台灣的一個 日本的這個計畫之一 那除了這個日本在做這些事情之外 日本還有做一件事就是 他們買非常大量的這個無人機 我們根據 這是日本獨賣新聞 他們相關的這個報導 他們的報導裡面看 攻擊型的無人機 然後智慧隊準備要導入嘛 也就是說他在未來五年的時候 他可能會導入非常多量的這個無人機 那無人機來說他可能會採買什麼呢 我們這一次在整個俄烏戰場上面來說的話 土耳其的這個TB2的這個無人機 發揮了非常強大的這個作用嘛 所以你知道這個土耳其就宣佈說 日本已經跟我們買了這個TB2的武裝的這個無人機 然後包括說馬來西亞印尼也有興趣 那甚至這個這很多公司都有願意要買 所以未來日本可能會買非常大量的這個土耳其的 TB2的這個飛機 那這個武裝攻擊無人機 當然就是武裝所攻擊所用 那當然要攻擊誰 當然是攻擊中國啊 那除了這個之外 日本也準備要採買什麼 因為他們準備要增加一些相關的這個經費 他目前可能會採買兩款這個無人機 一個是以色列制的這個哈洛普的這個自殺式的這個無人機 另外一個就是這一次也在烏克蘭戰場上面 這個之前常看到 對 彈王刀無人機 他們有兩款嘛 一個300型 一個600型 這個也可能都是美國要 這個日本要採買的 也就是說他目前為止來說 可能都會準備把這些無人機部署到這個西南諸島去 那並部署到西南諸島 當然言下之意就是針對中國可能會發動攻擊的時候 我可能要做一個反抗的用意 包括說可能要你要反抗 你要這個攻擊我的這個艦艇 或是你要登陸的這個敵軍 我可能就用無人機 去跟你做一個對抗的這個狀況 所以事實上日本也在某些部分在強化 那當然啦除了美軍在這個橫須赫基地 或是在東或是第七艦隊的強化 還有日本的強化之外 我覺得有一個國家也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韓國 韓國嗎 對 為什麼韓國 因為我們知道韓國在過去一段時間 在文在寅的時代 其實他跟美軍的關係是處得非常不好 可是你去上台的時候 他目前為止來說 似乎他是要加入美軍的這個聯盟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事實上 包括目前你看 我們去 因為現在大家一個問題就是說 萬一真的台海發生戰事的時候 那請問韓國會不會捲入這件事情 他這麼近 對 那事實上我們就講 這個前任的駐安美軍司令 他就說得非常清楚 他說因為中國現在在打造一支可以 甚至可以武裝投射到 歐洲的一個這個強大的這個兵力 所以真的發動戰事的時候 其實亞洲國家可能都要這個進行 這個保衛台灣的這個動作 他就問他說 如果中國進攻台灣的時候 是不是會投入這個駐韓美軍 結果他說是有可能 那為什麼有可能呢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目前為止的這個 西泰尼港的這個狀況 中國在這邊 台灣在這邊 那如果真的假如發生戰鬥戰爭的時候 這個目前在沖繩的這個 加首納空軍基地 甚至在韓國的烏山基地 其實都是距離台灣非常近的 除了美國本土的這個基地之外 最近的兩個機場之一 所以如果假設 韓國的烏山基地也能夠支援台灣的話 那當然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狀況 所以現在這個韓國的 美軍正在演你一套方向就是 萬一戰爭的時候要怎麼做 那因為我們就講 在過去文在寅的時代 美韓這軍事交流幾乎是完全中斷 所以這個所謂引擎約就說 那我們要加強這個軍事的交流 於是我們要駐紮在 以橫須鶴為母港的雷根號 這幾天的時候 他就到這個韓國來 靠近日本海這個地方 那跟他進行一個聯合的軍演的這個狀況 那聯合軍演的話 你看這是雷根號 你看他上面滿滿的F-18 全部都是戰機 這個戰機 然後停在這個地方 看起來好熟悉 進入了韓國 對 你應該非常熟悉 進入到韓國去 然後這個住宅在韓國的地方 那緊接著他當然就出港 出港了之後呢 他們在這個日本海上面演練這個 你看這是EA-18G 在這個日本海上面演練 這個實戰的這個包收 像這個在這個航空母線上面 起降的這個畫面 這告訴你說駐韓美軍呢 已經跟這個韓國的軍隊 在進行一個在可能這個 關於發生這個軍事衝突的時候 一個實戰冰演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因為他們的美韓的軍演的時候 聽說中國的這個船 已經跑到那個地方去 一定是在旁邊看的 搜集相關的這個資訊 對 所以那告訴你嘛 現在整個西太平洋上面來說 如果我們說這個俄烏戰場 是全世界最危險的話 那台海可能是全世界 第二危險的地方 所以目前為止周邊的國家 美國 日本 韓國 都已經做好了相關的這個應對狀態 好 所以提回我們剛看到了一系列的 一旦台海有事 我們看到了日本 南韓 甚至美國在我們附近的部署 那台灣自己做什麼事 我們來看到今天呢 這個大樓的落成 這個地方呢叫做駐美台灣 這個軍事團大樓 那其實它不是一個新大樓 它是整建完成 而且你看到呢駐美代表 收美琴他也親自到場 那麼你看到前面的這個logo很有趣喔 你看到的這個是一個中華民國國際 我們要美國國際把它組織在一起 但事實上呢 廷慧我們要問的是 這個大樓它其實非常重要 而且它也非常神秘 那個大樓就是我們目前來講的話 在美國的軍協組 他們現在要跟美國開始進行 另外一個階段的一個合作的時候 開始把過往來講 我們在那邊本來就有一個館產呢 開始做整修 整修完之後呢 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整修在疫情的情況之下呢 整修完現在的面貌 就像現在大家看到的樣子喔 有點回到我們過往來講 台美之間的一個軍事合作的一個狀態喔 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啊 就是說未來來講的話 北台之間 因為基本上我們現在派駐那邊的 這樣的一個這個團長呢 基本上以少將缺為主啦 那未來來講國防部來講 現在包含退府會 也派了兩個少將的這個過去 然後國防部本身來講 也有軍協組 軍協組包含陸海空軍都有 因為接下來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跟美國之間的國民兵 怎麼進行軍事合作的一個演練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 台灣已經太久沒有戰爭了 那這時候 台海的這個戰事 台海的和平又是美國最關切的 所以這個大樓的落成 其實有代表一個象徵的意義 你看那個 那個灰啊 就是那個標誌啊 就有點像這個美台協防 回到過往來講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或是台美共同防禦條約 那個概念一樣喔 那像大家知道說 那個Top Gun裡面 被張後面 其實有類似這種東西喔 所以這可以說是重出江湖 因為那不是新的 如果說現在連美國都不會 不是說不避諱的 把這樣的一個狀態呢 願意讓我們用新聞的方式 對外公告的話 那就代表說 美國它是在默許這種 台美之間的一個 進入到一個軍事合作的 這個狀態喔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以往來講的話 我們連什麼要去國務院 都見不到 就以往來講 我們官員都不能進到國務院去 但是現在大剌剌的這個東西 呈現在媒體面前 就代表說喔 這個美國它已經默許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 台美之間的軍事交流 那非常嚴重的事情 就中美呢 中美的狀態現在是最差的狀態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駐美 這個中國駐美大使 這個秦剛呢 他們現在跟美國之間的 沒有什麼軍事交流 完全都停住 有交流嗎 完全都停住 你看喔 從它建交以來到現在 狀況已經擺出了喔 所以呢 換句話說 現在美國正在翻轉一個概念 就是說 即便台美之間 目前是沒有邦交關係 但是已經開始回到 以前的這種邦交的一個概念 這其實大家要注意的 因為那個訊息非常明確 如果再加上最近拜登的講話 他四次講說會協防台灣 再加上所有的官員 包含布林肯 包含奧斯汀都開始講了 就是說包含今天這個Price 就是那個發言人 他提到了 當人家問說 這個台灣是不是中國一部分 是不是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時候 其實他講說 他們這個不干涉 不討論這個所謂主權的概念 也就是說 美國對主權沒有抱持 任何的相關的立場 這就表明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對於中國的這種 講法跟態度呢 基本上是給予否認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代表說美國他也會 不計任何的一切 干涉台海的所有的相關事務 跟台灣的相關這邊的 中國所稱的內政的問題 所以這時候這一個東西的表現 其實就已經 未來說不定 各個我們台美之間的 這個軍事合作當中 那個背章啊 可能這個就會重出江湖了 這個東西就會變成夾克 或是說風行一切了 所以接下來的台美軍事合作 才是重重之重的 好 崔正 其實我們知道台美之間 不只是說軍事上面的合作 我們還有軍購上面的合作 那麼我們也曉得說 美國他現在看到台灣的 不是說只有我們的地理位置 還有我們的半導體 美國現在晶片到底有多缺 這個新聞我覺得 真的讓我真的很驚訝 美國的軍工產業公司 缺晶片缺到 要去拆收音機的晶片 來彌補自己的晶片 收音機嗎 收音機 收音機的晶片不是很老舊嗎 對 但是有時候你缺就是缺哪一個 狀況是講 這不是我亂講 這是美國的新聞 它叫L3Harris 這個L3Harris 是美國一個很有名的國防工業 它專門做包含航空電子 軍用無線電 還有夜市設備 其實它做這種微波站跟電子站的設備 結果這個首席財務官 在Morgan Stanley的活動裡面公開說 我們沒有 他說我不指名哪一家晶片公司 但我覺得99%是台積電的 我不指名哪一家晶片公司 它沒辦法滿足我們公司的需求 身材的不夠就對了 對 不夠 所以它迫使公司必須從一個 不尋常的來源去找FPGA晶片 那這個不尋常來源我原本以為是黑師 想說沒有 他們找了一個客戶 然後他們那個客戶在處理舊收音機 他們把這收音機拿出來 然後弄壞 在無線電裡面的晶片變成他們拿來使用 所以說對於我看到這新聞來說 我就覺得很荒唐的 如果連美國 因為它不是一般公司 很荒謬欸 如果是說俄乌戰場就算了 但這是美國欸 因為它不是一般公司 對 它不是大量生產 你懂我意思嗎 比如說如果手機iPhone 我一下需要幾億個晶片 確實很正常 它絕對不可能大量生產嘛 對不對 你戰術無線電有多少人用 幾萬個 五萬個十萬個算很多了 可是連這樣的需求 都沒有辦法被滿足的時候 而且他們的需求 美國一定優先滿足 簡單講他們如果缺的話 因為這種大量的戰術無線電 航空電子跟夜市 做出來一定優先送烏克蘭 所以美國一定會幫它滿足嘛 連美國去喬都喬不到 搞不好他們要去從收音機裡面 拆晶片來用 就知道全世界有多缺晶片 所以你現在看到 賀錦麗現在不是在日本嗎 賀錦麗在日本 然後會見日本半導體高層 這個照片都出來了 很厲害 賀錦麗站在這邊 佔的不是日本的金融業 也不是日本的什麼什麼國防大成什麼 全部是半導體高層 他本來是去參加安倍國葬的 但是呢一個轉身 就到了這裡 全部都是半導體產業 全部都是半導體產業啊 你可以看到所有美國 現在只要參與員來台灣 台灣就談半導體 然後日本的這個 這個美國的賀錦麗去日本就談半導體 拜登去韓國也談半導體 就是現在只要跟亞洲國家接觸 就是談半導體嘛 可是問題是 其實這台灣的警訓啊 因為賀錦麗在會議裡面說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滿足全球的需求 請問那個國家是指誰 當然就講台灣嘛 就說全球的需求壓在一個國家身上的時候 一這個國家主觀上沒辦法負擔 二對於全球的安全也不保障 所以他們現在要分散供應鏈嘛 所以他說要跟日美要建設一個有彈性的供應鏈 簡單講好比如說28奈米或是更低階的 台灣真的做不出來 你日本要不能cover起來 那如果中階的7奈米14奈米韓國要扛起來 那台灣未來是不是就專注在5奈米3奈米2奈米 甚至1奈米的突破 做這個先進的晶片 是有可能要這樣做產業分工的 所以對於美國來說這壓力是非常非常大 Intel現在除了公佈一個所謂的最新的處理器 因為他們現在在聖河西做這個產品發表會 除了公佈這個處理器之外 基辛格就是Intel現在執行長 宣佈要推動一個叫做小晶片聯盟 什麼叫小晶片聯盟 我一個個個先講 我先講結論 這個小晶片聯盟既然Intel要參加這合理嘛 台晶店參加 三星參加 日月光 我們的日月光 參加 AMD參加 高通參加 所有全世界你想到 只要在晶片產業上 不管是IC設計 IC製造 IC封裝 有一席之地的 全部參加 除中國跟俄羅斯以外 所以光這集聯盟成立之後呢 中國跟俄羅斯就出來一蛋 所以這個小晶片聯盟跟大家講說什麼 好啦 未來我們通訊的方式 我們布局的方式 誰前誰後 誰上誰下也有差喔 然後呢 我們外型規格 有的做長的 有的做扁的 有的做寬的 大家規格一樣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試用共用同個機板 然後同一個封裝方式 那這個時候呢 譬如說這個單 好啦 這一塊處理影像是台積電吃 然後另外處理音序的Intel剛好吃到 另外處理畫面的三星吃到 分工合作的意思嗎 規格都一樣嘛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變成一個晶片了 那大家就是各自分工嘛 大家就吃一塊大市場嘛 因為現在規格不一樣 很麻煩 變成說 我舉例喔 A功能的晶片要台積電吃 B功能 C功能 D功能都要台積電吃 吃起來用台積電的專利 一起把它整合起來 那可能對於這個上游商來說 也不見得好啊 因為台積電不見得會做A 不見得會做B啊 或是做A便宜 做C可能貴啊 所以這個餅呢 如何讓大家一起把這個餅吃下來 這個小晶片聯盟就很重要 所以有趣的事情是 當大家變成一個小晶片聯盟的時候 中國跟俄羅斯消失了 然後美國在其中去做穿梭的動作 所以這個晶片 當然現在晶片荒 我認為是暫時的 那這個東西台灣身居其中 而且站非常重要的位置 好 各位國民我們看到 世界上很多東西都會需要晶片 也因此為什麼中國 俄羅斯要跳腳了 因為他們拿不到晶片 但美國拿到晶片 美國拿到晶片去幹什麼 去做武器了 我們看到如今雷神 洛克 馬丁 都在發展新武器 這個是雷神公司在5月16日公布了一張影片 這個影片是說 有一輛史錘克輪行假車 放在測試上 在這個市場做什麼呢 美國居然用 朝著史錘克輪行假車 發射了大量的迫擊炮 甚至還出動無人機 去做什麼呢 對 就像這個畫面一樣 做著我們叫群蜂式的攻擊 就是說像蜂群一樣 瘋狂去對 史錘克的輪行假車 去做攻擊 當然這個是模擬 譬如說 迫擊炮烂 可能落在這個史錘克旁邊 大概一公尺的地方 這個其實也蠻近的 那沒想到呢 這個史錘克輪行假車 上面裝著什麼 上面居然裝出來 這個雷射炮 這個雷射炮 就有點像我們以前小時候 看到說科幻武器 這個死光線 沒有錯 就是說以前小時候看到 這個科幻小時候 這個死光線 居然在現實的戰場上存真 雷射炮真的發生了 對 這真的發生了 就說我們以前 大概科幻小說家 他們想像力很厲害 卡通才看得到的東西 對 這個時候已經落實了 那為什麼會用雷射炮 第一個就是說雷射 它設計是一個光束 就是說以後我們計算 這個燃解成本是一束光束 雷射光束成本 跟一枚炮彈的代價 換句話說 以前你如果說 要對付這種無人機 或是說這種傳統的迫擊炮彈 或來襲的火箭彈 你必須要打一個機炮 或是說小型的炮彈上去 這個叫一枚炮彈的成本 那現在來講 你用雷射去攔解 其實就變成一束光束 那一束光束 為什麼會便宜呢 因為其實雷射是吃電 那以這些輪行假設來看 這是用50千瓦的 雷射去擊落 這些來襲的無人機跟炮彈 那由於這個單價 我們叫單價 就是每一束的雷射光束相對便宜 所以其實安裝在輪行假設上 加上它的動力也很快 就是說只要你車子能動 就有電力 譬如說我們一般的房車 你知道有動的話 能動的話 其實你插槍的錦煙器 你就可以接聽你的手機 充電 幫你的手機說 同樣的 這個軍用車輛也是一樣 就是你要能動的話 其實你就有部分的電力 那如果說沒有的話 其實它也有備份的發電機來充電 所以其實未來 這個雷射砲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防禦的科技